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网传新剧即将开机,杨子久违现身机场,发型和身材变化大 杨子自去年年底新剧杀青后,就非常低调,虽然偶尔有新物料出来 但本人却几乎没有出现在公共场合中 以至于要想了解他的近况,都只能通过他本人发微博才能知道 不过好在进入3月份后,杨子的各种工作也开始陆续开展 近日,就由网友拍到杨子现身上海机场 当天杨子身穿白色上衣打底,搭配粉白格子毛泥大衣 再加上牛仔裤和黑色短靴,整身搭配非常甜美 而头上则是戴了一顶棕色的帽子配上口罩,把整个人遮得炎炎湿湿 相比于杨子以往的私服,杨子近期的私服都是粉嫩嫩的 比如说前不久的环球影城粉白搭配,而这一次也同样是粉白为主 而且上一次因为羽绒服的原因,一开始有露透出来的时候 有人觉得杨子的衣品不是很好,但这一身的造型却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甚至有不少人看了杨子的这一身之后,也忍不住想要买同款 除了造型之外,杨子整个人的状态也很好,头发明显变长了很多 尤其是刘海也变得很长了,即使是戴着帽子也可以看到几乎快要遮住眼睛 虽然遮得很严实,但仍然可以看到杨子整个人身形明显变瘦了很多 小腿也非常纤细 近期一直有传闻,杨子会在3月底禁组 很多人猜测杨子变瘦是不是在为新细做准备 尤其网传杨子下一部巨事古偶,那么瘦身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呈现出更好的状态 当天计场也是来了不少粉丝等待杨子,杨子一出来听到粉丝高呼其名字 立刻转身看了过来,原地站了几秒对着粉丝挥手,然后再上了车 上车之后,杨子还特意把旁边的车窗放了下来,对着旁边的粉丝挥手,走远后再把窗子关上 这一举动也让不少粉丝都表示非常感动,堪称是偶像与粉丝之间的双向奔赴了 据悉,此次杨子前往上海,是因为接下来两天有两场直播 对于很久没有见到杨子的粉丝来说,实在是等待了太久 很快就可以看到新鲜的杨子了,也让大家被加期待 看到杨子久违现身机场,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观点 00今年的3月7日再次迎来了肖战的好消息,注定这个春天将格外烂漫 自2021年起肖战的代言接踵而至,逐渐成为娱乐圈最强代言人 前段时间一枚桂花品牌Rossi Only,猛牛以及百威啤酒等品牌到期没有再和肖战续约,网上引起不小的争议 但没几天莫森眼镜官微就发文表示,一周年,7号见,并且带了肖战代言莫森眼镜的Tag 莫森官微的发文可谓是高情商的说法,这一举无疑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莫森眼镜对于肖战可谓是事业,复苏路上的搭桥人 2021年的3月,正值春日万物复苏的时刻,莫森眼镜和肖战合作 这也是肖战在2021的第一个代言,无疑给了刚刚回暖的肖战在事业上的一记强新针 虽然当时的肖战没有要求品牌在肖量上有多大的宣传,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疯狂所求 当莫森眼镜一关宣肖战代言,线上、线下的库存瞬间被一抢而空 今天是2022年3月7日,也是肖战代言莫森眼镜的一周年 令大家开心的是,莫森眼镜官宣继续与肖战一起直面美一面 这个好消息将注定这个春天将格外烂漫 记得有位业内人士曾说过,现在能请到肖战的应该会笑醒了,高回报妥妥低 的确如此,关于肖战的带货能力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代言什么,什么空 2021年4月9日肖战和欧扎克官方共同宣布他正式官宣代言欧扎克卖片 肖战一代言不仅店铺粉丝,一夜之间增长百万多 就连他代言的多款产品瞬间秒庆,多次补货后依然被卖空下架 仅单平台销售量便超50万家份,多平台总销售额据不完全统计超7000万元 更可怕的是连夜卖勺都直接卖空下架 于田川咖啡作为杭州亚运会官方咖啡独家供应商,在2021年6月21日 官宣肖战代言后,这款于田川咖啡在各大平台一寿而空 想必大家都听过那句,得福,纵响丝滑 在2022年1月6日,肖战作为男性正式官宣代言后的一小时,销售额就突破1000万 肖战作为全面口腔护理品牌USMILE的代言人 在2022年2月10晚直播在未开始前,就已经有200多万网友在直播间等待着 开播之后,直播间人气又飞涨到230万,点赞量更是突破了一个亿,多么惊人的数字 在2021年6月3日USMILE官宣肖战为品牌全球代言人后,无庸置疑产品肯定是疯抢至极 但却出现了一个让人比较赶快的现象,那就是红色和光点色在极短的时间内受庆 为什么呢?因为红色既是肖战喜爱的颜色,也是肖战粉丝的应援色 而光点色则是来自于肖战为自己的歌曲光点手绘设计的封面 写到最后,用肖战光点里的歌词结束今天的文章 明天,无论是语或情 拥抱,让爱更有意义 世界,带着爱去前进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词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